在Power BI中 资料型统计资料图表可以帮助您更清晰地了解资料的分布情况和资料品质 资料型统计资料图表包含多个图表 这些图表可以显示资料的分布情况 包括最小值、最大值、中位数、平均值、标准差等统计数据 资料型统计资料图表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 可以帮助您更好的了解和分析资料 从而做出更好的商业决策 利润是不是可以有负的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您就可以看到说 这里面的利润 其实零出现很多次 13次 负数它没有呈现 可是在这边最小值是不是有看到 它有负值 负1218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问一下自己 说你要去判断这个资料到底是干不干净 那利润有负值 合理吗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去做看要不要针对利润来去写资料清理程式 好那当然利润它是可以有负值的 接下来有时候我们未进来的资料 因为只要是以下就会有这种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不小心在例如说利润的右边写了一些备注 甚至写了那个按了不小心按了一个空白键 它到时候资料读取进来 它会变成独立的一栏 所以里面都是没有东西的 因为这资料是特意设计的 而且我是刻意是在这一栏的右边 这一格随便一万多笔资料的随便一个 点一个空白 它就变成多输入了两栏 这就是一较很不好的地方